36. 信報財經新聞,意大利之旅,最後晚餐 2015年7月14日富康專欄 C07時線所及疫症這次意大利之旅,試過一次很難堪的事,在最後一個晚上 當地朋友為我戰行,朋友問我想吃什麼,我回答吃Pizza,方便簡單嗎? 朋友說有間叫Don Trisha Pizzi Restaurant 的餐廳,Pizza特別美味 很多意大利人都光顧,開車半小時就到了,去到哪兒,才知市郊外地方,沒什麼人煙 餐廳前後卻停滿了車子,相信是無名而來的,餐廳格局很典雅 最特別是天花板上的吊燈,形狀非常特別,情樹的形狀 每一火茂性的樹葉內藏有八隻小燈泡,銀白色的樹葉,晶瑩剔透,閃閃發光 餐廳有幾級台街和圍板畫出兩個就餐區,我們選擇了留下台街旁的餐桌 當時看眾的是能自成一角,私隱度加高,朋友須於是意大利第二代移民,生活圈子 還是中國人那一套,而且還是較為傳統那套代客之道,食物堆滿一桌 也不管是否能吃得完,因此點菜時,我再三提醒朋友不要點太多 吃完Pizza 小食後,我已感到有點飽了 中間停了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在等甜品 這時朋友叫來市應生,用意大利文交代,朋友告知我,怕時間太晚了 叫他們把後面的食物一起上,說,還有,我已肯飽了 朋友說,別開玩笑,還活有開詞呢? 接下來,我們一下子成了餐廳的焦點 首先市應生擺了三個大家子,和一塊有燒蝦功能的器具放在我們的上 然後奉上一大鍋熱呼呼海鮮鍋,有清口,章魚,大蝦,番茄等煮成一鍋 為包麵秀的潮,鋪滿蝦果的麵包 正在想這一大鍋怎麼吃得下,又見市應生捧了一個白色陶瓷大盤過來 原來是一個海鮮冷盤,內有龍蝦、大蝦等,底下有各種水果 綠的、紅的、橙的、黃的、鮮艷奪木,殺是好看,這客可好 把餐廳所有客人的目光吸引過來,話話聲不斷 樓上幾位意大利小朋友也跑到木板圍牆旁店師 朝下看,邊看邊說,緊接服藕,飯船營氣冥成載光歐盤龍蝦爾粉 這還沒有緣,接格欠野銳合W了用木板乘載的一公斤重牛排 我有點急了,問朋友,怎麼點了這麼多,怎麼吃得下 當時情形,我已感到很難堪了,不時與漢橋進構營 大利人四目交頭,見到他們目無表情地在議論 那感覺真的不好,我完全明白他們在說什麼 其實這就是很多中國人給他們的印象 我真的有些錯立不堪了,我只想快快離開這間餐廳 哎,朋友的成情款待,他令我如坐針尖,真的哭笑不得 這一切,原事此料不及,若正號富康專欄號時線所及意大利之旅 最後晚餐,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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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